在除夕夜夫妻离家的高雄市桃园区保山里青年 陈红军终于是在3月6号晚间7点多 在外公的山上公寮找到了 陈红军3月6号的晚间7点多 在外公的公寮床底下找到 那么陈红军是有癫痫疾病又失踪度日 外公看到他时以为已经身亡 喊着他的名字之后 没想到陈红军醒过来看着外公 那么这个儿子被寻货且安然无恙 父母亲的心中大石头终于放下 而他们也感谢所有在这十几天 帮忙寻协这个警销人员 以及保山茂林的亲朋好友